英国前球王莫瑞因吞伤所扰决定退出15日开打的年度四大赛之首的奥网公开赛 日本一哥锦志归也同样因为手腕伤势为育而宣布退赛 也让今年的奥网清光有些暗淡 手中拥有三座大满贯赛冠军的莫瑞 去年温网八强赛经历舞台大战落败后 即因吞伤而高挂面阵牌 原本预估渴望再美网付出 可惜伤势恢复不如预期 因此在两度打了表演赛之后还是得乖乖的养伤 莫瑞今日表示 很难过的要做出退赛决定 尤其是臀部伤势困扰了我那么长时间 至今仍旧无法痊愈 虽然曾经考虑开刀治疗 但成功几率比我预起来的低 因此只能考虑透过复健来恢复伤势了 紧之归经纪人也在今日对外宣布他的退赛消息 紧之归自从去年八月星星那提大师赛之后就确证至今 紧之归在退赛声明中说 奥网是我最喜欢打的赛事之一 目前伤势恢复的还不错 但还不足提供我打五盘三胜制的体能状态 所以必须很遗憾的决定退赛 忠实电子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